从昨天晚上的9点多开始下 你看下到现在雨还在下 还没滴滴答答的 天气预报显示 大概是10点左右就会停掉了 会开太阳了 有点不太相信 应该停了吧 这边湿的倒是挺严重的 哎呦好像停掉了 看不那么轻 确实是停掉了 昨天它这个雨就是 从这个屋檐下面滴下来 一直滴到我这个帐篷滴滴答答的 一直在想了一个晚上 还好现在停掉了 好了起来收拾点东西吧 海下的一点点的绵绵细雨啊 不是特别大 这个地方它已经渗进来了 你看都是渗进来的 它这个屋檐不够往外面沿啊 往外面再沿一点 我这边就一点点都拎不到了 还好吧 昨天晚上能给我这样挡风又遮雨啊 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 先收拾一下吧 然后等一下再换一个地方吧 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 说不定还会再下雨 一边就准备了 看起来 培伞 看起来 会长湾 看起来 更好的 我先把鞋子放在一起 鞋子 下沙已经停掉了,我准备去绑装备了 没按到又下了 装备都基本上归纳好了 吃点饼干吧 前面几百米的地方就是镇子了 油价湾镇子 现在也出不去啊,等一下吧 希望等一下这个雨会停掉吧 你看,它已经从10点钟改到11点钟了 又改了,你看 本来后面全是大太阳,现在改成多云了,你看 搞不好今天还真走不了了 不过,已经收拾成这样了 就算它下了再大我也得走啊 10点半了,雨终于小掉了 好了,装备收入完毕 现在出发,前往前面那个镇子啊 去买点补给吧 然后赶紧的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露营吧 下的雨不适合走啊 手套也不戴了 因为我没有防雨的手套 戴上肯定都会湿的 11点钟了 11点钟了 哎呦,大鸡的鸟啊 这里啊,是庆贺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村子哦 然后前面呢就是刘家厂的一个镇子了 这里呢就是刘家厂镇了 看到蜜雪冰城了 哇,这个看着刘家厂 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镇子哦 好像没有看到那个热干面啊 刘家厂大市场 我就看看有没有他们本地的那种土豆 啊,你们本地的那种土豆 本地土豆有 好像是这种是吧 要多少啊 我搞个一斤就好了呀 搞一斤呢 嗯 搞这个行啊 这个念鬼 两斤也行啊 不要太大 大的肯定不好吃 怎么卖的 一块五 哦 再来点 哎,再来点其他的 哎 再来点 再买一点点的肉 哎,给我这里缺一点点吧 你找的一点点了 五六块七八块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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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奇怪啊 他们这个镇子怎么会这么大呢 像一个县城一样啊 好了买好菜了 弄点水了 出发了 雨停了 太好了 来份热干面 来份热干面 热干面 热干面没有是吧 热干面有吗 热干面有吗 热干面 热干面有 有什么可以加的吗 加牛肉加丝肉加肥肠都有 加牛肉吧 再再吃吃吧 不要太辣啊 不要太辣啊 这个就不用了 干的 我吃了就 哈哈哈哈 很香味 哇哇哇哇 我喝了 然后可以起来 这一碗的 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 去吃吧 不吃太多 喝水了 有点煮 它不用了 不是 它不养 我说实话,味道一般般便宜,牛肉份量多 也不去给他差评吧 反正就是觉得有点咸 这边还有火车呢 哦,运煤的 这个附近你看黑黑的,全是那个煤啊 煤矿啊 今天下雨天不是特别想骑了 再加上这个路上湿湿的有点滑哦 不太安全 感觉雨天骑行的话真没有必要哦 不是赶时间,而且还有二十多天才过年回家呢 不着急 现在就开运气了 运气好不好能让我捡到一个 避雨的地方吧 然后最好是能遮风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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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些大火车开车跟不要命似的哦 突然就是假如说前面塞出来一点东西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刹车的 像他这种速度的话 怎么也得要个两三百米或者三三百米左右 才能刹得住吧 根本就刹不住了 哎呀 这些大火车的泥啊 全部都甩在我身上了先生 我身上全部都是那个泥汁了 在载型巍修训客 生还有一堆 警方海关关系 爆 drove二十七百米 monkeys 这个下面就是长江了 旁边是火车道 好多的茶树啊 这里呢是青龙山的一个风景区啊 我也是瞎转就转到这边来了 看看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景区啊 就荒废了或者是还没有建好 刚刚那边停车场那边可以露营啊 就是没有遮雨的地方 这里有个亭子啊 好像也就勉强能打下我一顶帐篷 很勉强很勉强 可能还要把它给变形掉 再看一下吧 有没有 好像可以哦 青龙山森林公园 你看这里就可以搭呀 哦这里是个厕所 再看一下看一下啊 他们车子是怎么上去的 哇好像还有个厕所耶 你看这也可以哦 你看这也可以哦 哦 真可以啊 静静静 哇太棒了 你也是旅游的吗 没有我们在旁边干活 刚好今天休息 哦哇这个地方好啊 对对对对 下雨我就不走了 在这露营了 没有这个 对在这里搭最好的 楼上就算了楼上就算了 风大风大 还是在这吧 就在这吧 厕所也在旁边 挺好的 哇真好 下面还有一个亭子 你看 哇这里好 哎 哎 太棒了 这里啊 是青龙山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我感觉挺好的 你看那边也有一个在那亭子 不过好像放了一辆三车车 这个地方啊 就是你看 正对面啊 我手指那个位置 它是一个厕所 好像是可以用的 我准备呢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摩托车旁边呢 就打个帐篷在这里了 搞不好我明天还得在这住一天 这么好的地方 你看 这个地方可能晚上会非常安静啊 因为 它远离省道 香道 这里可能是一个村道 然后这边呢 你看全是这样的茶叶啊 非常的漂亮 风景优美啊 刚刚啊在路上 就是因为下了雨嘛 所以那些大货车 疯狂的在那边开啊 我刚刚脸上 还有眼睛上面全部是那个小点的那个泥啊 它因为大货车从这边开过去 然后那个泥啊 全部见到那个身上了 哎哟 摩托车上面现在也全是啊 看看 全是这些泥子啊 我感觉就是 这个地方它有一点风 然后正好就是它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风了 然后它晒了那个橘子皮 太可惜了 你看 假如说 它这个橘子皮晒到那边就行了 那我就在这打了 那最好嘞 那个风 没有了 楼上好像也可以啊 现在下了一点点的小雨啊 算了 这里就算了吧 哇 这里好哎 看看 没有装备的话 搭在这也可以啊 搬上搬下 我宁可就在下面 反正又不是常住 对吧 刚刚在厕所又打了点水啊 是自来水没错 非常干净啊 雨又下搭起来了 赶紧到凉亭那边去吧 观景楼 巨悬阁 太幸运了